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刚刚直播结束了 我说台湾又恢复到一个主题 台湾一定要搞核武器的 我就这么讲 台湾你哪个总统 你能把台湾搞出核武器 台湾人你就要给他树碑力转 建立博物馆经典馆 你家里面那个佛也就不要拜了 你就拜他就行了 真的 就台湾你有哪个总统 有勇气 你把核武器搞出来 因为你把核武器搞出来 美国会制裁你 一定会制裁你 但是他不会放弃台湾的 他不会放弃的 这是第一岛念 他不可能放弃 他还是会保护你 但这个时候 你的谈判的资格 你谈判就有更多的 你有实力 你才能谈你的利益 能理解吗 现在共产党 就算把我父母在中国 就算把我父母给杀掉了 我能拿共产党怎么办 我也没有军队 你知道吗 就你有实力 你才能谈你的利益 这人类社会啊 美国不是老大 凹战什么之后 美国没实力 美国如果就北美13个州 当时1776年建国 那美国也不是像今天这样 统治全世界的 当时美国还1812年加拿纳都打美国了 你想想 所以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没有那么强大的 它也是很弱小了 它也是属于叫在国际社会中 在丛林法则中活下来 慢慢壮大 最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然后二战之后是两极格局 它把苏联也给耗死了 干死了 现在就是唯一超级大国 它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美国也不是一出生就统治世界 你再说大英帝国 或者说更早了西班牙帝国 法兰西欧洲好几个帝国呢 哪个不是从无道有 从弱小到强大 它不是一出生就 举路人会觉得什么能争善战 你也不要信什么民族性哪 说什么那个地方人就能打仗 什么 你无际不行打个屁 你得有实力你才能打仗 他跟你这个什么老百姓 这个民族性 或者说什么军队 就是能不能打仗 我现在跟泰森打 你说能打得过 泰森20岁最强壮的时候 跟我打 我打不过 那肯定的 那我要是有把手枪呢 有把手枪三个泰森过来 我那全跪下了 我跟你说泰森 我有一把手枪 M1911 他还敢打我疯呢 他疯了 你说这跟什么民族性 跟他纯扯淡的 你有实力你自然就 你没实力呢 那就没办法 那当年的西班牙多么厉害 西班牙几乎把整个美洲都给殖民了 除了巴西 他把佛罗里达德州 美国西部这一块 一直到智利全是西班牙殖民地 他把菲律宾也殖民了 那西班牙多么厉害 他那个舰队号称无敌的舰队嘛 但后来被那个英国给打败了 所以人就国家了 你不要迷信 说这个国家人能打仗 那要看他妈的实力啊 那蒙古八百年前 还横扫欧亚大陆呢 那现在成啥了 现在你带个一千人的队伍 直接就扫到蒙古了 你还真以为 那苏联不要说八百年前 苏联在五十年前 一九七几年 八几年 那称霸一时啊 我抢三个年 真的是两极格局 跟美国军事上分庭抗礼 现在呢 苏联一完蛋 俄罗斯就变废了 三十几年 俄罗斯直接就废了 变成这样了 彻底完了 所以他的国际地位 威弱牵扯 许多人还以为共匪一直听他的 苏联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都不听他的 1959年 毛泽东都跟苏联闹白了 你认为他的话 中国他能听俄罗斯啊 这世界是用实力说话的 知道吗 那日本要是自己能搞出的吗 一千枚核武器 三五艘航母完全自己造 收集弹道导弹 自己能造 核潜艇造个七八艘 自己能造 就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这个什么援助啊 自己能造 日本听美国的 啊 这世界里 你想一想 或者说他经济 他不仅是军事力了 他经济实力 政治 经济 军事 如果都能跟美国分离抗体 你认为他会听美国的 这世界不用实力说话 用什么说话 但他现在就百分之百听美国 百分之百 美国就是他的太上皇 所以日本是不是独立国家 日本连个国家都不是 就是殖民地 包括欧洲什么加拿大 纳美 那就是殖民地 你就记住这个 你还考虑他的想法 这世界没人在乎 这个世界没人在乎弱者的想法 人们都在乎的是 强者的想法 他世界就他妈的 太残酷了 就跟许多人议议 说美国怎么看世界 美国还 就好像 就比如说吧 挪威很有钱 墨西哥很穷 威尼玛拉更穷 但你说他们有区别吗 对于美国而言没有任何区别 我告诉你 全是美国的殖民地 只不过是说美国家里面 养的狗有肥的狗 有瘦的狗 全是大事情 全要听美国 就相当于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你以为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就说英国跟加拿大一开会 说小佳 小澳 还有那个英国 什么 你们一开会 你们两个听我的 听我的安排 别听美国的 听我的 你认为可能吗 你疯了吧 你不开玩笑吗 虽然他们入籍考试 宣誓都要向英国女王宣誓 护照上面写的都是女王 写那玩意都没用 那日本护照也是护照的 那有啥用 全要听美国的 美国就 美国 美国就 就跟他什么 欧洲还是什么 不就听美国的 他是抢着要给美国当狗 哪个跟美国更亲 他是这关系 唯一的欧洲能有一个 算有一点独立性的 就是法国 为什么 第一个 法国他算是有半个军事工业 我跟你讲 什么叫军事工业 许多人以为德国 日本的工业很厉害 大错特错 什么叫工业 你以为现在造个汽车就是很厉害 你不开玩笑吗 我就讲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工业 工业最完备的国家 就不光军用 还有民用什么 他是最完备的国家 什么概念 他从最开始的设计 一直到 生产 制造 培训 维修 到这个玩意儿 寿命终结 它成体系 美国 你像美国的武器 就这么讲吧 冷战结束之后 全世界的武器就分为两个系统 美系武器 苏系武器 你看全世界打了这么多战争 阿富汗 中东 非洲 美系武器 苏系武器 这边是AK-47 或者说AK-47各种盗版 这边拿的就是美国的M16 各种盗版 AR-15 你看是不是这样 基本上 大格局 我讲的大格局 不要跟我讲什么小的 我就讲大的 好 包括中国 中国你的五九四坦克 还是什么五六四冲锋枪 全是模仿苏联 全是那个苏联把工业化 50年代援助你 给你生产线 给你工厂 但是当时共匪确实是 他自己能制造 因为他 把一个工业体系 移植到了中华人共和国 但是你这个还是 是受这个苏联 这个武器的影响 对不对 什么时候中国他的武器开始自成体系了呢 其实他从 1950年代 他已经完成了军事工业化 中国已经具备了独立的军事工业 1950年代啊 因为苏联援助给他什么钢铁厂 化肥厂 挖矿机 什么坦克制造厂 拖拉机厂 还是什么煤啊 什么各种 他苏联给了他一个工业体系 让他自己能够 然后苏联完蛋之后 不是苏联走了之后 1959年 1960年 中初分裂 中国 就毛泽东 他自己 运转了这个机制 他自己运转 他能自己生产坦克啊 大炮啊 他防制了什么歼5歼6啊 他基本上他质量差是差 但他自己能造 就独立制造 这就太重要了 属于叫做自给自足 是不是 等到他冷战之后 苏联一完蛋 共匪呢 是学习了大量的什么乌克兰啊 俄罗斯啊 因为苏联一完蛋了 你好多的技术 军事人才 好多的那些什么资料 或者乱七八糟啊 他就 共匪把它大量收集 就抢人才 因为尤其是到了最近20年 为什么他的军事力量成长这么快 一个是他有钱了 有钱了 他可以把这些人才都给弄进来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他不仅仅可以找前苏联国家那些军事人才 他可以去发达国家 比如说美国 法国英国这些国家去找一些民用的人才 因为李光耀说过 一个国家怎么吸引人才 有记者问李光耀 李光耀说什么 提高工资 别人开给你一年八万美元 你开给他一年十八万美元 保证就有博士生过来了 有研究生 有人才过来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共匪它是先有 就为什么发展军事力量一定要有钱 就你搞军队 你必须要有钱 共匪过去20年 他他妈的经济腾飞 GDP暴涨 他有钱了 军费增加增加了 他才可以去采购武器 才可以去研发 才可以 美国航母一收100多亿 美元 这垃圾车 你别的国家咋搞 就你没钱你咋的 这钱是个关键 太重要了 没钱你就没技术 你就没人才 而且你没钱 你的技术和人才就会跑 像俄罗斯前苏联 苏联一完蛋 俄罗斯经济崩溃 大量人才技术就跑了 到纽约当出租车司机 到了中国当一个什么外聘专家了 或者干脆直接就是干黑道了 真的 因为苏联他的大量武器就被军火贩子贩卖到非洲中东 贪污腐败太严重了 他的军队贪污腐败太严重了 为什么 太穷了 90年代的苏联那俄罗斯穷到什么地步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 到90年代的时候 中国他的经济已经比1976年要好很多了 这个时候呢 中国他的一些日常用品 就比如说吧 锅碗调盆 热水壶 就这些小玩意儿或者什么皮大衣军大衣就民用了 中国呢开始丰富了 就比俄罗斯要丰富 中国就发生了倒野现象 就从中国浙江江苏上海 就这些小商品市场 卖这些什么皮大衣啊 什么东西八糟 坐火车倒卖到俄罗斯 如果是干了大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跟跟什么政府高官有关系的 你都可以买武器 就你给他拿两三车皮的火车 然后他能把什么导弹给你 什么坦克给你卖给你 有一天这么夸张 苏联俄罗斯穷的只剩下武器了 真的 苏联造的武器太多太多了 俄罗斯的钱连保养这些武器都不够 士兵的军费工资都发不出来 所以士兵自谋生怒 把什么军火库的AK-17啊 子弹啊 排击炮啊 你想要的 还有是坦克啊 这真是啊 真人真实 这个你都可以从英文资料里面看 美国的战争之王那个电影 讲的就是这个 他夸张到可以卖运输机 运输机他都可以卖 因为他国家太穷了 所以你国家一穷 你什么都扯淡 你什么都 根本就没有人建设你的国家 你像东欧 冷战一结束 东欧那些国家 苏联解体 东欧开始加入欧盟 因为东欧国家太穷了嘛 东德西德 波兰跟那个什么西德 法国就没法比 那你说他们欧盟 东欧国家加入欧盟 那你说这些东欧国家的人民自由民主了 他们是不是留在自己国家建设自己的祖国 错 有兵了 中国如果加入美国了 中国人还在中国建设自己的祖国 打工 台湾如果加入美国了 台湾会有那些人还想着说 还在台湾建设我的祖国台湾 你有点才华的 早就来美国打工了 上班了 是不是这样 自动就把你吸掉了 你把你的人才一旦吸走 你玩个P啊 把你的年轻的年轻劳动力吸走 你这国家废了 东欧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 东欧的老龄化 他的人口 他的年轻人大量了 就东欧许多国家的人口 还没有苏联解体的时候 人口多 三十年过去了 东欧的年轻人 他出生 长大 除非他跟政府有关系 就是说 达官显贵 他有门路 有肚子 有关系 他留在自己国家 因为他们已经是个欧盟了 自由流动了 他如果是个平民老百姓 那他一定要去 德国 法国 英国 要去 因为那里人多 有工作机会 我讲年轻劳动力啊